大家好,我是乖修成 这个视频呢,咱们点评跟踪方大摊数 一次一扬不破 那么呢,当前30分钟的买点 触发条件,产率买卖点进行分析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方大摊数当前的开线表达 那么从开线表达的话呢 那么一根连续两根阳线之后 两根中阳之后 那么对应的是四根小阴星 小阴星之后呢,当前还处于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当中 就呢,以上周我们来看 以上周三 上周三的这根阳线呢 作为一个防守位来讲 它还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范畴 只不过呢,在上周三,上周四,上周五 咱们更多呢,对这一支购股的一个态度来 首先,上涨过程当中它肯定不是买点了 其次的话呢,手中有的或者前面有DC的 它反而是要找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卖点 找这样的一个高抛的节点去利润保护或者是DC高抛 好,那么当前呢,还属于这种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那么只要说保持这样的单阳不破 那么争论当中,后面有没有机会再向上发力 甚至呢,突破潜高呢 对应呢,其实最终市场必然会面临方向选择 就是呢,个股也是如此 那么只是呢,把这个阳线的起场部分作为一个防守位 只要说呢,始终不破 那么后面呢,观察节点只是从细节处着手 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去做为新的DC的节点 新的一个观察维度 好,这是日开的话呢,还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单阳不破的话呢,那么对应的 后面如果说保持这样的一个带有抵抗的 小阴小阳,十字星这样的一个调整震荡 震荡过之后呢,一旦出现有明显的资金发力 上下进攻出现那种拐头 是可以作为把握机会点的 然后呢,咱们就从细节处去看 这个细节处来去看的话呢,咱们在昨天 包括前天讲到的这个位置 对应的 一 它后面推演的话呢,咱们前面讲的是两种方式 哪两种方式呢 一种方式是和前面这个位置 9块2毛以来逐渐一个五分钟中枢 走入相当离开段 那么呢,一种方式呢,是过注第二个五分钟级别的 同级别同方向的中枢 好 那么呢,这是一种推演的视角 这种推演视角的话呢 但是当它五分钟级别走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位置,咱们认为呢 第一 从纯理论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五分钟级别下回射 不破前面的五分钟中枢上延 它实际上就是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只不过这个三点买点呢 可参与不可 可不参与的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位置呢,咱们在前 昨天前天讲到的一个节点 这是五分钟的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下 因为这个一笔下的走的比较急 带有明显的低开 而且的话呢 这种调整的比较急性和它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可以不去参与 等于个什么呢 如果说后面走的比较强 直接突破前面的这个位置高点 把缺口补上 把这个高点给突破掉 然后呢再回落 可以在这样的节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次级别 或次次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次级别 次次级别的这种 次次级别 也就是一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把握它的低细高炮的这样的机会点 只是用短线 超短线的维度 或者低细高炮的维度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因为没有被迟 所以说呢 不用着急去接入 而是等待次次级别的二类买点去佐证 好 结果呢 它走法呢 是属于 5分钟的 现在下 5分钟现在上 现在下走的比较偏急 现在上走的这种偏弱 所以说呢 当前的走法呢 是属于在尝试再怎么走呢 我们来看 从12块9毛7的位置 5分钟现在下 5分钟现在上 当然前的话呢 是5分钟现在下的发展当中 那么对于这一支构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呢 它的推运方式 一种是 逐渐一个同级别 同方向的5分钟中输 而后呢 在线上走离开段 这种剧情呢 是对应的是 短线或超短的角度 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还有一种视角的话 是以小转大的方式 直接走一个5分钟反向运动 就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 后面呢 给出5分钟线上 同样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再往下走一个5分钟的 线下离开段 这个结构一旦走完 那么呢 走完过之后 怎么来判断走完了 对应的 这个线下的离开段 和前面的这个位置进入段 相比较来讲 有明显的背驰关系 怎么去比较背驰 咱们前面有专题的视频内容啊 就是 这让那个结构走完 发生背驰 背驰的话呢 对应的 再出现相传拐头 如果说呢 出相传拐头结合日开的底分型 加上了5分钟的攀整下 有这样的背驰三分线下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是可以作为了 作为5分钟级别的 背驰一买 和30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相结合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日线的 一笔上 三分线上 五分线的攀整上 这个位置呢 是日线的一笔下 或者是三分线下 五分线的攀整下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它和它有背驰 再加上这底分 可以把它作为三分线 二类买点去把握 这也是比较稳妥的 但是市场会不会这么老实 会不会这么标准的当局走呢 只能去跟 跟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了一个 技巧性的一个视角 什么视角呢 内部有结构 就是次级别有结构 所谓结构的话呢 就是找重书 次级别呢 有结构 有重书 有背驰 然后呢 本级别来讲呢 有这样的底分 而且是强底分 这是属于非常标准的 非常容易识别的 这样的机会点 如果说呢 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 内部也没有明显的背驰 本级别呢 也没有强底分 那么等什么呢 等次级别的 二三类买点 去佐证 去把握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后面给出来了 回落 回落下来之后呢 和前面没有背驰 怎么办呢 没有背驰 也没有出现强底分 你就不能着急买吗 为什么呢 因为防范的节点是 防范是组建 第二个无能中 再向下走离开段 这是一种视角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呢 没有背驰 也没有出现强底分 他以销转大的方式 好 冲高 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这个节点是错过的 后面呢 再有一个回落 回落了不破前面地点 反弹有力度 回落的话呢 有资金接力 那么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用次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把握他的机会点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对防大坛数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巩固 和残论视角下的一种跟踪 和推演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 往下面去看 那么对于 防大坛数这样的 个股来讲 就是呢 从稳健的一个视角来讲 用30分钟级别的一个视角 就是等待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去发生 然后去把握 5分钟的话呢 因为这个位置呢 调整比较急切 当前属于 单阳不破的震荡当中 震荡当中的话呢 就是它的演绎而言 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属于 低吸高抛 因为呢 如果说有非常合适的 非常标准的这种走势 那么呢 在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线段下 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背驰 内部有这样一分钟结构 而且的话呢 反弹又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有力度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是可以去把5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低吸高抛的 如果说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没有这么 快的反应速度 那么呢 等待它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好 这是对方单单数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看到近期有粉丝留言 有的尤其是对于 交警超过108个系列的内容 粉丝留言呢 有的是能够慢慢的开始入门 慢慢的开始能够 有深刻的一些理解感触 然后的话呢 改变自己的正在 逐渐的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 一些 一些 一些思维的一个方法等等 觉得非常欣慰 等等也有 也有个别粉丝朋友呢 个别鼓勇 觉得呢 修缠的课程内容太过于 太过于复杂 太过于啰嗦 我就想知道一只股票 接下来是仗是跌 我不想知道这么多 为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这么多的 呃 道理 我只想知道未来的一个结果 这一块的话呢 修缠帮不了你啊 呃 因为咱们更多的是一种 用技术方法 用方法论的事件呢 去跟踪去推演 而不是说 呃 人为主观的去判断 未来一定涨一定跌 因为呢 涨跌不是有任何人的控制 而且没有谁能够百分百的 每一次都说准 说对了 哈哈一笑 说错的话呢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伤 所以说呢 咱们指导一下我能做什么 什么事我不愿意做的 好 同时的话呢 呃 如果说有粉丝朋友 做过老师的 可能会能够深刻的去理解 真正的 有的老师是什么 有的老师就属于不厌其烦的 一次又一次的去讲解 其实呢 就是让希望能更多的 真真真正的感兴趣的 呃 粉丝朋友呢 不管说你的成绩好 成绩不好 都能够慢慢的跟上 都能够学得会 都能够有所提高 而对于不同的听众来讲 基础不一样 诉求不一样 有一句话叫做中口难调 那么呢 如果说不对你胃口呢 你体谅一点 对你胃口的话呢 那么就是让自己能够 呃 能够呃 一起进步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呃 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呃 记得赞赏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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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